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方法 那在编写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你编写的方法不能在这个面方法里面进行编写 只能是在面方法的外面啊 只能在外面编写 并且要在这个类体的里面啊 你不要超出这个类的外面去写 在这写不行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写的那些方法呀 都是只是在这个类的里面啊 进行调用啊 就像这样 我在这个类里面定义了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能不能夸类去进行调用呢 也就是说看我这是这个类 mast02这个类 那我再来一个 mast03吧 我在这个mast03里面再来一个方法 这里呢我也叫me吧 看我要是想在这个mast02这个类里面想要调用mast03里面的这个m1方法的话怎么办呢 可以这样 采用类名点的方式 看这个类名叫做mast03 你就把它拷过来 mast03点我要调用哪个方法呀 me方法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方法 如果方法 跨类进行调用的话 需要采用类名点的方式啊 这样是可以的 那当然了我在这里面也可以调用本身自己这个类里面的m1方法 那下面这个m1方法呢 调用的就是这个m1方法 那我在这个同一个类里面啊也可以采用类名点的方式 你看我调用它这个mast02这个类里面的m1方法 我也可以这么写 这么写没问题 我直接写方法这么调用也没有问题 同一个类里面 下面两种方式都可以 这个记住就行 只要你跨类的话 你就要加上类名点的方式 你看你想象一下 这个类你想象成是一个公司A 那这个呢 想象成公司B 你公司A想要调用公司B里面的人 为你去干活 你直接直接调用肯定是不行 对吧 你需要指明你要对用哪个公司的 主要调用这个公司的这个人去帮我干活 那我就需要指明啊 在这里面指明啊 类名点的方式 来编译一下看看 看这里面是可以调用的啊 那我在这里面呢 再来一个方法 叫M2吧 M2方法 如果我在这里面直接调用M2是调不到的啊 会报错 因为你看他找不到这个M2 他在这个类里面找不到M2 你要想对用这个M2方法的话 需要加上类名点的方式 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方法的执行顺序 新来一个类 该零次了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方法的方法的执行顺序 是从M2方法里面自上而下之小码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来定义一个方法 没有返回值的 M1吧 这是M1啊 我给他拷贝几个 这个改称M2 这个改称M2 M3 M4 那么呢 我们在面方法里面调用一下 调用一下M1吧 再来个M2 来个M3 再来M1 那么程序在执行的时候 它会在你的面方法里面 从上方下开始执行 你就说先对用M1 打印出M1 之后呢 再对用M2 打印出M2 然后再打印出M3 然后再打印出M1 你M4没有在面方法里面去进行调用 所以M4就不会执行的 打印的结果是这样的 那你不要认为是说这个程序是自上而下执行的 那有同学可能会这样想自上而下执行对吧 是不是先执行M1 再执行M2 再执行M3 再执行M4 再执行M2 不是这样的啊 乘以自上而下执行是从M1方法开始自上而下执行的 我把上面这个代码挪到下边也是一样的啊 也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定义的这个方法写在写在面方的上面和写在面方的下面是都是可以的啊 那之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演示一下啊 是这样 我在这里面再来一个M5吧 再来一个M6啊 那我在M5里面呢 调用M6方法 这样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 我在这个这个是M6 我在M6方法里面呢 调用M5 然后我在面方法里面再调用一下M5方法 追这种情况啊 会一直循环的一直循环的掉 所以在编写方法的时候 因为我在这里面面方法里面调用M5 所以呢 他会执行M5里面的方法 那M5里面呢 又调用了M6 他就会执行到这儿 那执行到这儿之后呢 他又发现M6里面又调用了M5 他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 他他一看掉M6又回来了 这样会一直循环啊 所以呢 在编写方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避免这种情况啊 注意不要出现方法的互相调用 这样呢 会导致一个错误 叫做stack overflow 这样溢出 会出现这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吧 看 我往上面走一下啊 他会出现这个错误啊 stack overflow error 会出现这个错误 这一点呢 需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你们在在编写方案里面 哪里面是油漫面的 你还不想go